魅蓝6首发出场靠谱的国产露门戏 今天下午3点 魅蓝与北京演艺中心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这一次魅蓝发布了魅蓝6 定位低端市场出达扣颜值和流畅体验 此次魅蓝6共有4种配色 分为磨砂黑、月光银、电光蓝、小金金 而且背面还掌握了高密度基础分析 在材质上打造出金属质感 正面延续了魅蓝5的设计风格 不过背面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最大的不同就是上下两端的类金属线条 由于采用了NCVM真空动膜技术 这条金属条光泽饱满 同时勾勒弧度也无具特色 此外魅蓝6的logo还掌握了3D微胶工艺 用手指某logo能够明显的感到铭刻的那种立体感 作出去了 魅蓝6的屏幕为5.2英寸720D 分辨率虽然小了点 但更为省电 游戏时确认压力也相对于小一些 能够看到更加流畅的画面 屏幕下方谬言奉剑 进行了指纹试验 支持微信和诸部网指纹之后 配置上魅蓝6搭载了MP6750 最高指定为1.5GHz 在绝对性能上 魅蓝6并没有优势 但在一场使用当中 魅蓝6不够流畅 从价位产品当中 使用体验也是必须之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